今天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函 是让我去参加一个亲子厨房的中秋体验活动 同时关于这位妈妈还有三个关键词 分别是教科书籍带娃 三明治魔咒 她由我手上这个 是个餐盘吗 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妈妈 出发去找一找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鬼当家亲子的中秋特辑 我们今天要做的一道菜 叫做小扁豆咖喱鸡腿肉 应该就是这里 翻炒均匀哦 你好 我是我的妈呀 苏文佳 你好 我叫西光轩 她是90后的上海姑娘西光轩 2011年出国读书 学习食品科学与营养专业 与食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7年毕业回国 在国际学校做双语生物老师 繁忙的工作 一做就是四年 教授期间 与来自英国的同事 物理老师约瑟夫相识相变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021年为了备孕 西光轩选择辞职 在家里进行国际课程的线上授课 2022年 他们的儿子凯凯出生 西光轩也开始了独自带孩子的旅程 跨国婚姻到底带给西光轩 哪些烦恼与改变 同在上海的爸妈 又为何不来帮忙呢 我今天还拿到一个关键物 这个是啥呀 家里孩子吃饭的饭碗 所以是一个穿盘 因为我做手指食物 就是我一口咬下去 我可以有非常多的营养在里面 内容很丰富 对 内容非常丰富 那其实到了中秋节的话 会不会特别给宝宝 设置一些属于中秋节的美食 有啊 就是准备做一个宝宝月饼 那我们就先尝尝学生们的中秋饭 然后再去你家尝一尝 属于你们家宝宝的月饼 没关系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咖喱的香味就飘满了整间教室 家长们幸福地品尝着和孩子们 一起动手做出的美食 孩子们的脸上更是养溢着得意的笑容 一起烹饪 增进了孩子和家长的感情 也培养了孩子们的生活动手能力 这是西光轩能坚持七年 办这个亲子活动的原因 西光轩提到的手指腐蚀 究竟是什么 腐蚀呗 月饼又要怎么制作呢 带着好奇 我们跟着他回到了家 这里为什么在门口的时候 会有这个栏杆呀 因为凯凯它会吃猫粮 你防的是孩子 对 其实真的吃下去了 它爸说没什么没关系的 但是外国人心那么大吗 对 担心的就是它那个大小有可能会噎住 对 这一片照片墙真的好震撼啊 有算过你们一共去过多少地方吗 37个38个 哪几张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其实这张照片特别特别喜欢 这是去房车旅行嘛 然后就绕了大西北一圈 我在张叶一个蒙古包里 结果在晚上向我求婚了 我当时就震惊了 就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那次旅行已经大半个月了 这是我们等于最后一个旅行地 再不求没有时间了 这一张照片 见证宝宝的第一张照片在哪里 宝宝的照片其实是在他房间里会比较多一些 他也有照片墙 对 好 我们就去宝宝的房间看一看 来吧 请进 在这儿 宝宝的照片墙 在肚子里的 逼超逼超 对 这个是他白天 爷爷 和奶奶 这些照片当中你觉得最特别的是哪一张 这一张 十一个月左右 十一个月你就带他去爬山了吗 对 这个是在西威尔市那边风特别大 就是真的感觉要把我吹走了 他爸爸的时候要让他感受风 那个会生病 我觉得外国人会觉得说 我不能因为会生病 而去剥夺了他去体验自然 体验很多事情的一些权利 我真的很想用我妈妈的说话 一小年一把东东东东东东东 这些书架上的书都是你给他挑选的吗 是的 从前有一个月饼村 这是时令性的书吗 对 因为我觉得传统文化还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每到一个节日 我就会去找一些相应的绘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型的 这个是威尔士语 因为我现在是威尔士人 这个是他爸爸送给他的节日里 我的上海 关于上海的对吧 对 相对于书架 你的玩具给他准备的会不会太少一点了 我运气的时候就是有看很多门市的书籍嘛 然后他里面其实提倡的就是给到宝宝呈现的玩具 不要超过八个 如果说玩具满地都是的话 其实宝宝的专注性不是很好 那这八个有特别的讲究吗 每一周我都会给他玩具去进行一个翻新 每周都会再更新 对 会更新 这有很多我自制的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感官屏 给他有一个感官的体验 再大一点的话 可以去让他看他服的一个速度 这是个感官蓝 家里有什么东西就放什么东西 对 不需要特地去买一个蓝 不一样的色系 对 为什么要自己DIY去做不直接买现成的呢 这是自己DIY的东西可以表达 就是我的一个方式 宝宝的房间里 我似乎没有看到他睡觉的地方 对 他有他自己睡觉的地方 要不要去看看 好 就他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 他是五个半月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那平时他睡觉的时候没有人陪着 门就开着 门关着的 不担心 担心 所以会有一些 是一个小摄像头 然后也会有一个这种monitor 对 既然玩具房已经有玩具和书了 为什么在卧室里又有书又有玩具了 就是爸爸回来之后就是会一起玩 基本上就是他爸爸接手了 洗完澡会进到这间房间里 接下去他爸爸就给他开始读书 基本上读完书喝完奶 放下去说晚安之类的 我们就出去了 是不是个天使宝宝 好像有点 儿子凯凯之所以能有现在这样规律的作息和良好的发育 离不开西光轩一直以来的钻研与付出 为了更好的养育孩子 西光轩从孕期开始就读了很多育儿方面的书籍 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真的不心疼女儿吗 面对中英两国 在育儿方面的巨大差异 他们又将如何处理呢 为什么不想着说和很多上海人的家庭 要跟你俩死了也都帮你打打手你 有想过吗 没想过 因为跟这一次看个问题 正式地组成了家庭之后 你们有发现跟外国人的生活会有一些冲突吗 我们跟他们都赢过去 赶快上去 放着火锅 客人在那里比 counted 不请客人省退休 他越来越厚越南路 风可是育 φ anche越南路 但是一出场就跑到海底下 那么也可以遮掌 就是他妈咋型毛病 你要留在冷 系他说你 Tanek woman 那他不想再来往外 beeping 所以倒是用的 食黄沙 看着他吃 阿美好不想一想 不过看你现在蛮健康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结果第二第三天一直拉沙子 拉了很多沙子出来 你们家好夸张啊 草地狗的一股不闹了 草了的草 草了的草 因为我都来 妈妈其实有很多想要吐槽的东西 是不是 强忍着 这些人都可以说 把鱼穿过来都不好 整个穿得太多了 要给你想穿一面 老汉的草就能够抢 哦 这些人都干 我根本就把鱼穿起来 更那么刚义 我能够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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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苏子跟童儿全了 你 我想要够抢 但是我都觉得 这小女儿老惊喜 知道吧 像有可能就在 阿拉众国人 说我亲了 就去得了 没病 要来了 她长了婆子 独大一个心态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 两代人之间一种相处的智慧 避免了很多你们之间的一些争吵 对 因为在结婚时 我就跟你讲 我刚才结婚了 就是邻居了 农业是请我帮忙 对 如果我个人拿我的相关是提的 我把我帮到哪里 只是我家给我的事 农业家庭 农业要去经营 那你接触下来 我觉得这个养女婿怎么样 我活得美好 老睡了老有爱心 所以我就个人老放心 有人理念如此超前 且不干涉子女生活的父母 西光轩获得了更大的 自我家庭空间和育儿自主权 从儿子凯凯四个半月开始 西光轩就开始为孩子制作腐蚀 到现在凯凯已经可以吃 一百二十多种食物了 她也会将每日的腐蚀拍下来 把食谱分享给更多妈妈 宝宝也能吃的腐蚀月饼 怎么做 她的厨房又有哪些特别的食材呢 我们迫不及待地走入了她的魔法厨房 我看到其实厨房里瓶瓶罐罐很多 哪一些是宝宝可以用到的 她其实都可以用 比如说这个是小麦胚芽 椰子面粉 乔麦粉 这些就是燕麦粉 就是燕麦然后打碎 就变成燕麦面粉 比如说大蒜粉 甜椒粉有吃过 对 然后孜然啊 孜然她也尝过 就是给她吃羊排的时候撒了一点 然后只要是不加盐 糖 然后还有蜂蜜 其他的其实都可以加 小朋友在几岁的时候 就可以去尝试这些调料品了 调料的话 其实加腐蚀就可以开始加了 因为它们就是食物 那你加腐蚀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吃腐蚀是有标准的 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加腐蚀 首先要满足四个月 然后她要必须能够自己独立做 然后还有就是她的一个挺舌反应 她要消失 就我不能塞什么东西进去 她都一直顶 对 她会顶出来 所以她其实当时全部都符合这一些条件了 那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四个半月开始给她加 那我们先从泥状的开始 所以她吃腐蚀泥 应该是从四个半月要吃到六个月左右 然后六个月开始 我就开始给她加手指食物了 什么是手指食物 你要看一下吗 嗯 像你看到的这个绿色的 它其实里面有三种食物 一个是芝士 一个是西兰化 一个是土豆 然后烤箱烤一下就定型嘛 这是做的一些就是意面的酱的一些 酱油 对 一些酱油 嗯 直接就吃冰冻的时候 不吃那种时间的有差吗 冰冻其实是能够保证所有食物的 这是一个新鲜的状态的 嗯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条件 有时间的话 新鲜的肯定是最好的 这个是因为自己带瓦的话 中午那一餐 差不多就是五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一餐 是 对 工作很忙的话 也可以兼顾到 是的 是的 没错 那了解了这一些之后 我们就跟着你今天来做一个 中秋节特殊的月饼 好 没问题 好 我们要开始做月饼了 它需要用到一些红薯 肉桂粉 叶麦粉 椰子油 还有牛奶 这个做皮 然后这个是用的是椰枣 红豆 我们现在先做馅 这个椰枣的话需要去个可 然后加入椰枣 然后牛奶 就已经变成红豆沙 然后其实用椰枣 做一些自然的甜味的添加 因为宝宝不能加糖 开始要霍皮了 燕麦粉 肉桂粉也倒进去 接下去我们把黄油加进去 然后去跟这些面粉 去进行一个混合 接下去是你要把红薯稍微按压一下 全部都搅在一块 裹一层干的面粉 二十颗的皮 然后再配上十颗的红薯 对 再把它认真球 压扁 好 然后就把它包起来 跟包很容易啊 对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放到磨剂里面去 然后先磨剂刷一点椰子油 把它放进去 然后压一下 出来 一只小兔子 这么好看 对 我试一下 我的也会像你那么好看吗 硬的 这里手要按住 对 不要太久 没事 我就感觉我会翻车吧 踩着黑云的兔 再来一个 第二次再来一个 小兔子 成功了 小兔子 完成了这些之后 我就要把它放入烤箱了 对 放到烤盘里面 然后一百七十度十分钟 其实就可以了 已经新鲜出炉了 我们可以尝一尝吧 可以啊 好 你做的 哈哈哈 他是做了月饼 但他真的就是 保留了食物原本的那个味道 所以小朋友可以非常安静地去吃它 是的 允许孩子吃沙子 吃草 十五度的天 放在海里玩耍 丈夫约瑟夫的每个育儿方法 都让大家跌破眼睛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又做过哪些浪漫的行为 让西光轩感动到落泪呢 随着丈夫 约瑟夫准时下班回到家 一场跨国夫妻大考验即将开始 跨国夫妻大不同 第一题考验 分别写出最欣赏彼此的特点是什么 我用英语写吧 可以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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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看答案 善良 considerate 来 各自解释一下好不好 就比如说在路边看到一只蝴蝶 在路中间他都会拿一根树枝去帮他 去把它放到旁边的土里面 对就是怕万一被人踩到了 我觉得光轩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他平时管别人不是管他自己的管别人 所以 我们其实在照片墙上知道了你求婚的过程 你觉得你对老婆做过最浪漫的是什么事 好多 好多 我认为你第一次问我 我认为你第一次问我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一样 对 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 你们想到的是一件 我们已经约会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认识彼此很久了 但是我还没有说过 我爱你那句话 没有人会说的这么直接 我所做的事情是 我打印了很多我们旅行的照片 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了 我爱他的原因 我爱你因为你是冒险家 我爱你因为你有创造力 然后我把他们挂在房间里 因此当西光轩走进来时 这些照片他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这面照片墙的起源 照片墙上面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来自那个时候 所以有些照片背后还写有一些话 我爱你 印象很深刻 就是其实是刚刚起来 其实我是进饰演的 早上也没有戴隐形眼镜 第一个挂的就是我的眼镜 就是很细心 就是要让你仔细地看清楚 每一个他爱你的理由 对不对 印象很深刻 这个要给满分 也确实是很浪漫 那接下来第二题 最讨厌对方的什么 来看一下 他脱袜子 袜子 放在地上 每次就放在地上 那我脱了袜子应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过室里 你经常这样吗 确实有了 吃三明治就可以 你也不能忍受 这是不是属于你的一个关键词 三明治魔咒 你会听到他让你吃三明治就头很痛吗 会有一点 我觉得在英国有一天 我大概吃了三种不同的三明治 就早上起来吃三明治 中午吃三明治 然后傍晚的时候出去野餐的时候 带你也吃三明治 我就觉得因为三明治的量很小 他吃的话其实我会担心说 营养不够或者是怎么样 爸爸是一个吃不怎么讲究 三明治就能够解决一切的爸爸 看到老婆那么认真的 在给宝宝准备各式各样的服饰 你觉得有必要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均衡的饮食和尝试不同的食物 其实我没有时间 为自己做 对孩子来说也很有必要 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们不能容忍的 是生活当中这么小的一个店 一个为了袜子 一个为了吃三明治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期 最不能理解彼此的一个育儿方法是什么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妈妈这边 吃杀自由 这个我真的非常想要问一下 关于让你们凯吃杀这件事情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他可以自我学习 所以他第一次吃杀子 他不喜欢的话 那么他就会通过不停的尝试 去通过自我学习了解到 他不能吃杀子 吃杀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认为你这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万一他爱上了吃杀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他享受了这个状态怎么办呢 没办法 我们都好奇葩 来看一看爸爸 这一件好奇葩 没那么多 他指的系是指宝宝有太多不同的衣服 真的 其实我给他买的衣服比较多 那你觉得有几件衣服是够了 好问题 七件吧 七件 七件 每周都穿着七件 这 matching 可能是一天一夜 但是他就是很容易 吐奶对不对 就一直会换 现在会吃沙 好 来 最后一题 最想问彼此的一个问题 问到我们了 你想到了吗 没想到 因为感觉好像我们平时有什么问题就会直面 对 会直接问 有可能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换成对想对彼此说的一句话 你和凯在家的每一刻 你都真的做得非常好 她很开心 她对你做给她的食物 也很满意 你真的做得非常棒 其实我觉得她是非常支持我的 包括我选择的一个育儿方式也好 她就是在跟她沟通之后 她都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 所以我也觉得她是很负责 然后很顾家的一个爸爸 一个老公 或许大家都看不懂你们 但你们彼此之间能懂 未来对于凯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善良的 一个保持好奇心的 愿意去尝试各式各样的事情 就好了 亲爱的宝贝 做我妈妈之后 我分了一部分世界给你 努力学习科学育儿 秒变大厨 管理情绪 平衡不同的文化与生活 先自己成长 再助你成长 我知道 在你心里 我永远是你最完美的妈妈 虽然是跨越国界的爱情 但是在养育孩子方面 两个人却有着一曲同工的默契 上海妈妈西光轩 以美食为纽带 让孩子在味觉的世界当中 纵情探险 而英国爸爸的放手和信任 则赋予了孩子更多的自信与勇气 用身体探寻这个真实的世界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